今天我们讲讲安小主的俄黎杖中香 香根据用途可以分为五类 有注重增添生活情趣的移情用香 有沟通繁盛的修炼用香 还有祭祀用香、药用香和综合用香 俄黎杖中香是一种和香 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在寝室里面用的香 在唐宋时期 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场所 不同的情景都要焚不同的香 李商尹的诗里面有这么一句 五篮静霞收残袋 睡鸭香炉换西薰 到了夜晚就要换西薰 也就是杖中香 安小主是后宫里面的佩香高手 而俄黎杖中香的香方 也的确是一位皇帝所传的 南唐后主李玉说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春花秋月泛指一切美好的景色 李玉身边最美好的景色呢 是一位绝色佳人 那就是小周后 小周后 扇音律 好焚香 曾自制焚香器具 又派宫女专门负责焚香之事 李玉对小周后恩宠备制 也就是为了他配置了俄黎杖中香的香方 这款葬中香呢 是用俄黎与陈香再加上少量的檀香 一起在火上蒸 让黎芝芝甜香 浸润陈香的香料 老山坛的蜜香气息呢 又融入其中 试想一下 小周后 在罗杖之深处 陈香的芬芳里 始终有一丝果香徘徊 这是何等的以逆风流啊 难怪俄黎杖中香 成了后世的后宫佳品 俄黎杖中香的源起 或是来自于一场浪漫 李玉不曾想到的是 他能影响后世的 除了他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故事 还有杖中香 俄黎杖中香 昔日皇宫内院的味道 末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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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日